大家好,在这一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将一起探索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功能 那么就是制作这样一个图片查看 同时当鼠标点击并且移动在图片上的时候 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放大镜效果 在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的过程中 我们将更加深入的体会理解离品Converse的作用 同时为了实现整个的这个功能 我们还将探索鼠标和Converse画布的一个交互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的程序从这样的一段代码开始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对这段代码相当的熟悉了 那么我们设置好了Converse 并且在这个Converse中读取的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首先解决鼠标交互的问题 在JS中实现鼠标的交互 就要响应相应的鼠标事件 那么我们从最简单的鼠标事件开始 我们给Converse的UnmostDone这个事件写上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写上这样的一个函数 其中这个参数E代表的是Event 也就是这个事件中所包含的信息都会封装在这个Event中 那么由于我们要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响应 所以呢我们先把Default的默认的事件响应呢给禁止掉 之后我们的鼠标在Converse点击的过程中 我们要显示点击位置的一个放大图像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知道点击的具体的坐标 点击的具体坐标应该怎么获得呢 那么熟悉JavaScript的同学就会知道Event这个参数中封装了ClientX和ClientY这样的一个坐标值 但是这个坐标值具体在这呢 下面我们在控制台中把这个坐标值打印出来看一看 我们用console.log的方式打印出ClientX和ClientY的坐标值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首先这个程序显示了我们载入的这个图像 当鼠标点击的时候控制台会显示坐标的信息 我们为了看到这个坐标信息呢 我们找到控制台我使用的是Chrome的浏览器 所以呢用F12进入开发者的模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console这里头就是控制台的位置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点击在Converse画布上会出现一个坐标信息 这坐标信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坐标信息呢 我们尝试一下尽量的点击画布的左上角的坐标 在我这个屏幕上点击之后显示的是X坐标是272 Y坐标呢是8 那么显然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大概应该是00的这个坐标值 稍微推测一下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这个坐标位置是文档的坐标位置 也就是在当前这个浏览器上 在整个document上的坐标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nverse画布离左边可能大概有270的像素的距离 离上边缘呢有8像素的距离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如何把这个文档的坐标值转换成对应的converse画布上的坐标值 这个坐标转换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示 假设绿色的背景是我整个这个web浏览器的页面 而蓝色的背景呢是我们布置的这个converse画布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实验对于这个画布上的一个点 我们获得的clientX和clientY呢 是到整个浏览器的文档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可是我们实际上想要的是这个点在converse画布上的距离 它们的差别呢则是这个converse画布的左上角和浏览器边界的一个距离 那么在这个图示里呢我用left和top表示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想得到的XY值是满足这样的一个式子的 X等于clientX减去left Y等于clientY减去top 那么我们已经可以非常容易的获得clientX和clientY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获得正确的left和top值 那么对于这两个值的获得呢 JavaScript给出了成熟的解决方案 我们来具体的实践一下 在具体代码上 由于这个坐标转换呢 我们经常要使用我设立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这个函数呢叫做window toconverse 就是将屏幕上的一个坐标转换成在converse上的一个坐标 我传入屏幕上的一个坐标值X和Y 具体如何转换呢 通过刚才的分析大家可以知道 我只需要将X和Y分别减去converse画布 离屏幕左上角的left值和top值就好了 具体我们如何获得这两个值呢 那么JavaScript给我们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要调用converse的guide boardingClientWrite 也就是获得converse的包围盒 那么这个包围盒的对象中就存储了converse这个画布的距离 以及位置信息 其中我们存储的这个对象 boardingBox 我给它简写成BBox中就含有left和top属性 那么我们只需要返回相应的坐标就可以了 在这里头我的这个坐标返回的方式 把它设计成一个类 这个类呢 有两个对象 第一个对象呢 我管它叫做X X返回的值是用这个X减去 boardingBox的left值 那相应的还有一个属性呢 是Y值 返回的是Y减去 boardingBox的top值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我们之前分析的逻辑 下面我们可以实验一下 在almostdown这个事件中 调用刚刚实现的方法 window to converse 并且把这个结果呢 存到一个我管它叫做point这样的一个变量中 在window to converse中传入 event这个变量中所包含的clientX和clientY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试试 在console.log中将我们新求出来的这个point的X值和point的Y值给打印出来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运行一下现在的这个程序 那么同样还是F12打开Chrome的控制台 现在依然是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坐标值 我们尝试点击converse画布左上角的坐标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点击之后 现在得到的这个坐标值 就是离00点非常近 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我们这个坐标的转换是成功的 解决了这个坐标转换问题 事实上 鼠标和converse画布的交互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实现什么样的鼠标事件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还需要实现on mouse move这样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着左键 同时鼠标在画布上移动的时候 放大镜呢 应该是一直显示的 同时我们也需要实现converse的on mouse up 这么一个事件 也就是当我们的鼠标左键抬起的时候 放大镜应该相应的消失 最后我们还应该实现一个on mouse out 这么一个事件 也就是即使我们点击着左键 可是鼠标移出了converse画布的时候 放大镜也相应的应该消失 那么对于这三个事件 首先同样的我们都禁止掉它的默认的响应的事件 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事件有什么区别 其中on mouse up和on mouse out都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不再显示这个放大镜就好了 但是on mouse move不一样 我们在鼠标移动的过程中 需要看当前鼠标的左键是否在点击着 如果在点击着的话应该显示一个放大镜 否则的话不应该显示这个放大镜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变量来判断当前的鼠标左键是否处于点击的状态 我管它叫 it's mouse down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一定是一个boar变量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把它设置成force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on mouse down相应的时候 那么很显然此时我们应该给这个变量it's mouse down 设置成处值 当on mouse up的时候it's mouse down这个变量呢 就应该相应的设置成force值 同样on mouse out的时候it's mouse down也应该是一个force值 最后在on mouse move的时候我们应该判断一下 现在这个it's mouse down这个值是不是处值 如果它是处值的话 我们就应该相应的显示一个放大镜 那么同样我们也就需要我们在哪里显示这个放大镜 所以调用一下这个window to converse这个函数 为了展示这个效果呢 我们计算出相应的坐标点的时候呢 也把它在控制台打印出来 在这里每个鼠标响应事件还应该有一个默认的参数 这个event的参数 那么此时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依然是我们使用f12进入开发者模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点击鼠标的时候会显示这个坐标 当我们点住鼠标同时在converse移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坐标一直在显示着 可是我们松手的时候坐标不再显示了 而且呢我们松开鼠标左键在屏幕上移动的时候 这个坐标也不再显示了 最后我们测试一下un move out 我们现在点击的时候移动 当我们鼠标移出converse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鼠标呢也不再显示信息了 大家可以想象此时console中显示的这个坐标信息 我们实际上呢要把它置换成显示一个具体的放大镜 那么在下一小节呢 我们就将具体的实现放大镜的功能 这一小节我们成功的处理了鼠标和converse画布的一个交互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相关的代码 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掌握 大家加油